买个牛腱子的 这个小姐最好 这两个贵一点 为什么这两个贵一点 这两个最小嘛 小一点老价钱吧 来 75块一斤 多少钱 97 两个97块 好好好 大家我是老田 买了两个牛腱子 回家我们做一个年夜饭必备的盐水牛肉 提前给它一样好 煮好 放在冰箱里冷藏 就是过年的时候吃年夜饭 或者来客人的时候 切上一盘 又好看又好吃 锅里不加油 直接我们加一点盐进去 再来一点花椒 给它炒一下 我们先来炒一个花椒盐 要那种小火炒 火一大就容易炒焦料了 这个花椒盐 我们给它炒到一点微微发黄 这个感觉就差不多了 先给它倒出来放凉 两个小牛腱子 给它稍微冲洗一下 也可以提前给它泡洗一下的 这种小牛腱子这么大来做这个盐水牛肉是刚刚好的 这个小牛腱子呢洗干净 要给它稍微控下水分 改一下刀啊 我们给它直接切成两段就行了 如果这个太粗呢 就要这样速的给它拉两刀 这样容易入味一些啊 因为我们这个比较细 直接给它切成两段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点葱姜给它切一下 葱切成长段 这个姜切小块就可以了 切好的葱姜放到牛肉里面 少来一点这个白酒 放凉的这个花椒盐 全部给它倒上 然后拿手给它抓拌均匀 把这个花椒盐和葱姜啊 充分的给它抹到这个牛腱子上面啊 抓匀以后呢 我们用这个火销膜给它封上 至少要放在冰箱里冷藏两天以上啊 这样才能腌制入味的 做这个盐水牛肉呢 料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葱姜 这个牛的待会焯水用啊 然后这个洋葱 生姜 白蔻 白尺 还有花椒呢 做这个煮盐水牛肉用 先把这个姜给它直接切成片 小葱给它打成终结 防止它散掉啊 这个洋葱就整个放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牛肉啊 经过两天两夜的腌制了 已经很入味了 但是把它出了不少水啊 腌好的牛肉 把这个保鲜膜给它接掉 哇 出了这么多水 这个牛肉我们先拿去给它冲洗一下 要把上面这个料渣子呢 全部给它冲洗干净 洗好的这个牛腱子呢 冷水下锅 要先给它焯一下水 前面准备好的葱结 生姜片放一些 再加一点黄酒 加白酒也可以的啊 再来准备一个冬笋 把这个壳给它剥一下 这个是本地冬笋啊 看着就很嫩的 剥好的冬笋呢 把它边上老的根给它修一下 这个老的根还蛮长的 这个都是能吃的啊 冬笋再给它稍微冲洗一下 这碎沫子多 我们还准备了三个这个白蘑菇 牛肉水开以后呢 这个里面浮沫给它稍微打一下 打一下以后还要煮个两分钟 这个牛腱子本来挺长的 一煮收掉好多啊 我们先给它捞出来 再给它稍微冲洗一下 洗好的牛腱子呢 我们用高压锅今天来压啊 再把前面准备好的料头呢 全部给它放进去 再放一点料酒 加水 我们给它盖上这个高压锅盖 上汽以后呢 中小火压20分钟 也可以用砂锅直接给它炖个一个半小时 也可以的 今天我们还要烧一个咸菜烧豆腐 准备的材料呢有点多 为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个是盒装的嫩豆腐 然后里面材料有这个白蘑菇 冬笋 自己腌的咸肉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绍兴这边特产啊 这个咸菜 我们先把这个料头给它切一下 这个蘑菇先切一下 切成厚一点的片 冬笋先给它切成片 切成片以后再给它切成丝 咸肉少切几片就可以了 改改味啊 放在里面炖出来香一些 改小一点 切成这种小丁 豆腐给它 披成两半 然后给它切成这种丁就可以了 这个牛肉呢 时间不要压过头 时间到了呢 就给它关火放弃啊 这个牛肉闻着好香啊 筷子这样 轻轻一擦就能够擦进去了 这个牛肉已经到位了啊 不要太烂啊 这个牛肉呢 要给它先放凉 放凉以后要放到冰箱里的 放到冰箱里给它冷藏一下 不要冷冻 冷藏以后呢 它这个密度更高一些 然后切的薄薄的吃 很好吃的这个啊 在过年的时候呢 来客人切上一条排 又不配事啊 提前 吃的这种 我们不配事啊 吃的 这种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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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种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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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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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